我们的空气到了肺泡之后就进入到了肺 肺才是我们真正重要的呼吸器官 因为肺这边有肺泡 肺泡才会进行气体交换的位置 肺呢它是皮膜组织跟弹性纤维的构成 你看它的成分有皮膜有弹性纤维 我最后没有提到肌肉 肺是没有肌肉的 所以肺不能脏缩 不能主动脏缩 这个关键国中老师已经提过 所以国中老师会说 因为肺没有脊缩 肺的脏跟缩是由胸腔决定的 胸腔变大 肺就跟着变大 那肺内形成负压 就会吸气 那胸腔缩小 肺就会压扁 压扁就造成镇压 就造成高压 空气就往外推 就造成吸跟呼 所以肺的脏缩是被动的 它没有肌肉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肺 人类的肺 左边有两片叶 右边有三片叶 口诀叫左二右三 这个口诀又两次 一次是在心脏的心房心室之间的防视半 左边叫二间半 右间叫三间半 你的肺叶左边两片 右边三片 左二右三 右四左右三 好 那一直 你的肺里面有很多肺炮 肺炮是一层扁平平 构成的构造 这个细胞很扁 这是个内皮细胞 这是第一层 然后第二个细胞在这里 好 就构成你的肺炮 这是细胞核 各位你只要是这个构造 就是有一层很扁平的细胞围在一起 这个构造就是为了做物质交换 例如肺炮是做气体交换 微血管的内皮细胞进行物质交换 这么薄就是为了让物质可以通透做交换 那人类肺炮的表面积加起来50到100平方公尺 来进行大面积的气体交换 好 像这是肺的文字介绍 我们来看肺哦 它其实是由气管一直分成支气管 支支气管支支气管一直分支下去 这个图是来自于一本呼吸系统专业的书 它统计了人类的气管分支 有分为几集呢 主要气管就是第零集 支气管第一 然后再支支支支气管支支 一直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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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3集 天儿啊 所以分支分得很夸张 所以最后的肺炮表面积就很大 然后肺炮很多 人类肺炮加将近七亿个 哇好多 好 这是人类肺脏 那肺炮我们放大一点 它就是个薄膜 然后呢 做气体交换 然后另外我们的前面有气管或支气管 这些气管和支气管 是有软骨跟平滑肌的 你看这个红红的就是平滑肌 我们的气管支气管是有平滑肌的 也就是说必要时它是可以收缩的 好 那收缩会照着什么现象呢 我们的气管哦 是有软骨的 反正都有画软骨 看到没有 那如果我用这个图来看的话 我们的软骨是C型的软骨 ABC的C 它平常是长这样子 它如果你的平滑肌剧烈收缩 就把它压成O型了 后面就放在一起了 好 但通常不会 当你的气管剧烈收缩变成O型 它的内径就缩小不少 它的阻力 空气阻力变得很大 你就会吸不到空气 这什么症状 气喘 所以有些人因为你的气管过敏 它就剧烈收缩 你就会 我吸不到气 我的脚 我的脚 对 这如果不处理会怎样呢 会窒息的 所以还蛮危险 所以如果你有气喘病死 你一定要把你的喷气跟喷空 你讲 我放在哪里 如果你看到我在 的时候帮我把喷气拿来喷 那个喷气叫做平滑肌疏脏剂 或叫气管疏脏剂 让你的O型又疏脏成C型 它的阻力会变小 又可以让你正常吸气 不然会窒息的 像这种气喘而会窒息 窒息的现象 还有不少乡土具放到里面去 有没有看过 就是有人因为 我就故意激怒你 不要再说了 太过分了 我的药 我的药 然后药找不到 因为被坏人藏起来了 药的话你就在旁边等着看着它 你也有今天 我的药 快跑救救护车 快跑救护车 你也有今天 他就倒地 然后这时候还等 等到他真的气绝了 摸他 好死了 这时候才很冷静的打电话 围救护车 这边有个病患 不知道为什么 发生什么事 然后打了电话就走了 香土记有这样的桥在 我们看过 杀人于无形 然后他说 他有气喘病死 或是还有心脏病病死 他就死 跟我没有关系 你只要制造一个不正常的证明就OK了 我干嘛起那么远啊 所以气管有C型软骨 那干嘛要有C型软骨 因为如果你连C型软骨都没有的时候 它的平滑机收缩 直接变一条线 死定了 对 第二个 你的气管一定要有软骨支撑起来 如果它没有软骨支撑起来 它就会平常就会压扁 举个例子 我们的食道 平常是扁扁的 因为它没有软骨支撑 所以如果一个管子没有东西支撑起来 它平常就会压扁扁 一压扁扁内径很薄 阻力会非常大 你根本吸不到空气 所以 让液体或是气体流过的管子 必须要撑起它的内径 而减少它的阻力 生活中我们案例呢 有的你家的排油烟机 是不是一圈一圈的东西把它支撑起来 你家的洗衣机的排水管也是一圈圈撑起来 你现在可以做实验 你把它压扁 妈妈今天炒菜就觉得 奇怪 怎么今天烟雾特别多 因为排不出去 你今天如果把排水管压扁 那洗衣机洗了一半会嗶嗶叫 嗶嗶嗶嗶嗶 然后爸爸妈妈 发生什么事 看那个错误代码一查资料 排水不良 你看后面 搞心啊 谁弄的 你就被打了 所以这些管子为什么不能被压扁 需要构造撑起来 因为你把它压扁内径缩小 阻力会增加很大 顺便补充一点 你知道流体的阻力 是跟管子的内径四次方 所以你压扁 压了一半 阻力是 二的四次方倍 阻力增加很多 那你的气管也是 所以必须要软骨把它撑起来 所以当你平滑机收缩 它的内径只缩小那么一点点 阻力是增加四次方倍 那你就会哮喘 吸不到空气 就可能会窒息 好以上是肺部的介绍到这